我只是酷酥的都不用吃 一会儿先吃一会儿 大家好 我是姚哥 现在是在山东几邻的屈腹 今天是南兴庄镇的大吉 在大吉上有一位老大爷 在做传统的屈腹名吃熏豆腐 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他做的熏豆腐怎么样 大爷您这个锅是有些年岁了吧 又湿了年了 湿了年啊 这是自己补的嘛 我喝的都是铁皮 你不补 你看什么神经的 我喝的不算味道 你喝了它再出豆腐 那个鞋关键出豆腐出的是甜的味 这个没甜的味道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豆腐的味道 只能粉粉粉粉粉再用 这个熏豆腐 什么还有大粥 大爷我看到放的料不少 这个是什么 是桂皮 桂皮 香皮 香皮 这是肉 大肉 花椒 小蕙 大蕙 都在这里 大爷这是多少钱了 5块 5块 5块钱买一大碗 20块 这个是辣椒 大爷这里面这个是什么 辣椒油 辣椒油 你当上碗呢 上碗 挺干净的 讲究未剩啊 都是用的塑料袋 还有一次性汤碗 这熏豆腐是怎么卖 1块钱10块 1块钱4块 不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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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咱去货的一道名吃 名吃 这是苦福的都没有吃的 最近有多少年历史了 要说这个历史 你还是不少了 这个雪豆 这个区块就行 这个在区块有啊 别的地方吃不到 有 有 有 他这个豆腐 在这个豆腐里吃 银子外来吃 评价一下这个豆腐怎么样 这个豆腐尾的好吃 很实惠 很实惠啊 很实惠啊 你觉得是口味好 这个新豆腐是怎么做的 这 这没得到学五啊 吃鲜的都学机器 啊 麻将鸡 磨出来 然后再熏是吧 咬出来以后在什么刮包 刮了包以后再熏 用什么熏的 用锯磨 锯磨 对 这熏出来的味道不是挺大的吗 没有 没有 这不是白磨的 不是白磨锯磨 没点是 咱的咬不锯磨的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74了 74 多这个多少年了 要做饱的 家做饭的 老爷都干过 都干过 到你这儿就是传到第三代了 第三代了 到第四代了 大爷 这豆腐怎么样 好不好吃 行 行 您经常过来买 嗯 我下去都吃 哦 每一集都来吃啊 咱现在是每天都干鸡吗 不 我干这一个鸡 哦 就只干这一个鸡 现在是我的家 哦 后面是您家 嗯 现在一天得买多少钱 百十块钱 一百五六 一百五六 嗯 也不算多 这个豆腐这块的 会百多百十块钱啊 嗯 利润也不是很高哈 哎呀 利润也不高 整个利润也不高 不高 还有炒 还有草 草荷量提的在下 啊 对 还有料 哎 看您那个钱箱子啊 上面也都包姜了 是吧 嗨 咱叫油的好了吗 哦 都是油 对 那钱箱子多少年了 这个钱箱子 钱箱子也十了年了 哦 十了年 哈哈哈哈 你才叫我换鸡呢 我说不换 我又不换啊 这有多的 我说我不能用了 我就不干了 哈哈哈哈 说明就不打算干了 哎 还几干嘛 吃得多了 这一楼就多了 那您不干了 没打算把这个手艺再炒 他们再干 哦 他们干 一会儿没再干 就是刚才卖包的这个是您儿子 啊 嗯 肚子不吃了 咱们猜 那三个月 嗯 大爷您这也是刚吃早饭 嗯 卷的肉啊 嗯 没吃豆腐嘛 背着的豆腐不是吧 吃够了 吃够了 哈哈哈 吃够了 行那给我来个两块钱的吧 行 行 尝尝您的手艺啊 行行行 好嘞 走得一来块 好嘞 照顾一下啊 哎 这个姜也是这里调的嘛 放容姜是吧 辣椒姜 也是辣椒姜 好 辣椒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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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大哥给我来两个水煎包吧 好嘞 大爷这个油壶看来也是不少年岁了啊 八九十年了 八九十年了 嗯 上面都包姜 都看不到油壶的原色了 哈哈 这个油壶的年龄比你还大啊 比我大啊 这个油壶 这个也是祖传的吧 祖传的才是 上一杯又用到现在啊 上一杯又用到现在啊 传了三倍的油壶 嗯 屈服的传统名吃 熏豆腐 是一块钱四块 要了两块钱的 然后大爷呢 看我们是外地过来的 特地多给了两块啊 总共是十块 大家看看这个熏豆腐的颜色啊 这个颜色就是能明显看得出 它有被熏过的痕迹 然后配上辣椒酱啊 大爷妹子的辣椒酱 第一口的感觉啊 就是烟熏的味道非常大 这是熏豆腐的一个特色吧 大爷妹子的这个辣椒酱啊 非常好吃 豆腐的大料呢也非常足 它里面有一块大肥肉啊 然后一直炖一直炖 只换豆腐不换肉 大肥肉的香味啊 全部都炖到这个豆腐里面了 非常香 一种说不出来味道的那种香 在屈福市这边啊 做熏豆腐的大部分都是一些 七老八十的一些老年人啊 现在年轻的呢 几乎很少有人做了 而且大爷刚才也说过 像现在呢 一天就卖个一百多块钱 出去本钱的话 也就每天挣个三十五十的最多了 很过瘾啊 又辣又香 这是大爷的儿子做的炉包 水煎包啊 七毛钱一个 韭菜粉条的也特别好吃 嗯 大家刚才也说过啊 这个熏豆腐是屈福的特色 也只有在屈福啊 才能吃到正宗的熏豆腐 外面呢 很少能吃的 就算有呢 也是不正宗的 我们来的有点晚了 嗯 现在是九点多了啊 嗯 平常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 这边喝早酒的非常多 在屈福这边 几宁啊 比较流行喝早酒 这个位置是在 几宁屈福市的南新镇 嗯 大家有空的时候啊 可以来体验一下 尝一下这个屈福的熏豆腐啊